触诊技术 提表解剖第十二章 颈椎 颈椎的特征和功能 颈椎支撑头部 约占身体重量的10% 头部重心与蝶胺在同一水平面 C0、C1与C1、C2颈椎关节前方 这种结构特点使得处在直立姿势时 颈部肌肉总是处于轻微紧张状态 颈椎通过将头部在空间定位 辅助感觉器官 眼、耳、鼻 并保持双眼连线水平 清醒状态下 头部相对于躯干不停地运动 以保证眼、耳、鼻和皮肤 可以从四周获取信息 颈椎为了旋转做了特异的设计 进化过程中 颈椎变得垂直使得旋转 成为人类最重要的 和活动范围最大的颈椎运动 而四足动物颈椎最重要的运动 是侧躯 人类头部不得不经常进行快速和准确的转动 这要求有良好的协调能力和力量 以加速和减速 除了这些非常机械的运动 颈椎还有其他功能 上颈椎 椎管保护非常重要的 颜髓中的神经中枢 中空的管状器官喉、咽、气管、食管在颈椎的前方 这些器官属于消化系统和上呼吸道 颈椎也保护椎动脉 颈椎治疗的一般应用 除了腰椎 颈椎是物理治疗中最常见各种综合征的区域 颈椎结构可以引起不同程度的疼痛 也可以引起外周组织、肩和手臂的神经症状 与颈部的直接症状 相似的观察已经在胸椎和腰椎部分阐述 此处将阐述一系列只在这个脊椎序列中见到的症状 相关的症状统一归纳为数语 头颈综合征 头痛、耳鸣、吞咽困难、面部自主神经紊乱、恶心与头晕 众多脑神经核与分布在上颈椎关节肌肉中的 数量巨大的本体感受器之间的神经解剖关系 是理解颈椎和头部症状的关键 颈椎相关症状对治疗师制定和实行治疗方案 是一项严峻的挑战 如果治疗师想提供有效和专业的治疗 必须精通相关的解剖和生物力学知识 本部分的手法评估与治疗被分为总体和局部技术 就像是其他脊柱阶段一样 在颈椎中激发疼痛和评估活动的局部检查技术非常重要 因为难以联系 例如旋转受限和对应阶段的水平的关系 椎间关节的长期激热会引起其他部位的疼痛 牵涉痛将患者叙述的某部位牵涉痛 同某个特殊的颈椎阶段相关联是不可能的 在1994年就记录了由C0、C1阶段引起的诊骨牵涉痛 进行局部评估和治疗时 良好的局部解剖知识与可信赖的处诊技术 是自信的手法放置的基本要素 除了颈椎手法技术 还有一系列颈椎软组织治疗技术 经典按摩和功能性按摩 是用来局部和整体放松的重要治疗形式 头、颈和脸部按摩属于最有效的 可以获得放松的手法技术 功能性按摩是第一位的 通常最初是唯一可以用来治疗 净痛的治疗方法 淋巴引流的目标是颈部和喉部大量的淋巴结 淋巴引流通常用刺激淋巴管运动 来引领颈部、头部和脸部的液体 治疗中 胸锁乳突肌、斜方肌降部和锁骨上窝 是最重要的标志结构 解剖学与生物力学基础知识 静椎阶段 根据形态学 生物力学是否存在椎间盘 静椎从解剖学和功能学上分为 上静椎、解剖还椎与输椎 功能C0、C1和C1、C2阶段 也称为无椎间盘阶段 下静椎、解剖C3至C7 功能C2、C3、T3、T4阶段 也称为有椎间盘阶段 下静椎解剖 静椎生理弯曲向前突出 C3、C4阶段通常是水平的 椎体中板非常狭窄 有利于旋转 由于椎弓板较长且薄 导致椎间孔非常大 脊髓仅占椎孔直径的50% 较大的椎孔使得在进行 大范围颈椎运动时 硬脑膜有很大的空间来进行运动 椎弓板发育良好 宽度大约类似食指 可以在肌肉下被触及 椎弓板与急凸在同一水平 关节突从椎弓板末端突出 关节突关节由几乎和横突裂 一样宽的关节纵裂形成 椎骨作为一个整体 拥有非常宽的肌底部 因为极端的侧方关节位置 导致下颈椎不是特别 适宜侧区活动 一个窄的肌底部 左右椎间关节距离较短 正如在腰椎中看到的 更是于侧区 颈椎椎体极突末端分叉直至C6水平 C2椎体分叉很大 且极为不对称 直到C6椎体极突大小逐渐缩小 C7椎体拥有颈椎最大的极突 并且是不分叉的 极突上不对称的分叉 在伸展过程中互相锁定 最大化脊椎前驱的活动范围 横突由两个节节组成 这两个节节横向连接 每个节节上都有一个孔 横突孔直径在S5至5毫米 几乎与追动脉直径一致 前节节是一个肋骨状的突出 而后部的节节代表真正的横突 这两个节节使得横突更像是一个凹槽 而非关节突 凹槽走行是对称的并面向前外侧 凹槽位于中间的部分最狭窄 四周被骨性机构包围 钩状突形成于前缘 关节突关节的上关节面位于后缘 动脉和脊神经前肢穿过这些骨性限制 在严重的退行性改变下 这些走行通路可以被突出的骨坠压缩或肌肉 在所有的脊椎阶段中 颈椎椎间孔狭窄最长肌肉神经 钩状突又称为椎体钩 值得特别注意 这个突起起自椎体中板边缘 其大小超过上位椎体 钩状突在C3中板处最大 钩状突在2至24岁或更晚之间发育 稍后形成的钩椎关节更有利于定位椎体 在发育过程中 大约从10岁开始椎间盘在外侧撕裂 这能够使得椎间盘一分为二 当这件事发生时 随和的内容物既没有流出 也没有使相应阶段变差 这种等分过程在45至50岁之间完成 这是椎间盘对脊柱屈身运动中 椎体大范围平均的自然适应 勾状突如同肋骨引导这种运动 这种一分为二的椎间盘解释了 为什么规边伤可以在数秒内 致使椎间盘高度增加达到2.5厘米 异常的分离能力 尤其是在C2、C3阶段 如何影响处诊 在颈椎中 通过处诊有相对较多的骨骼结构 关节和肌肉可以被触及和辨认 重要的相关标志点包括急突 C2、C5、C7和直到C2下位 每个颈椎椎体的椎公板 事实上 急突和椎公板在同一水平 对处诊定位是非常方便的 确定一些结构的确切水平 是非常有帮助的 例如探明关节突关节和横突 椎公板在某种手法治疗中 可以用来固定椎体 当所有可接近的关节突关节 关节阵列被从上到下触及 突出和突出间的凹陷 拥有一种起伏的形态 颈椎横突在前外侧 是层对角线对齐的 所以肤色支和必从 可以在胸锁乳突肌和斜方肌 降速之间被触及 下颈椎生物力学 颈椎活动范围与性别年龄有关 年轻女性最易运动 最大的活动范围发生在旋转中 伴有屈身运动 侧区的活动范围最小 颈椎侧区相当复杂 主要用于旋转关联 偶合运动 关节突关节的关节面排列 对决定如何旋转至关重要 侧区也是被引导的 关节表面大且平 在前倾约45度平面上 对齐并朝向中板 与颈椎曲度有关 指导师必须知晓 关节突关节表面 通常向前上方排列 并朝向眼窝 几乎所有的下颈椎关节面 在额状面都是水平对齐的 只有C2、C3阶段 向上乘脚 由于关节突关节阵列 旋转不可避免地伴有侧区 旋转的轴心也是倾斜的 相应的 无论颈椎是否处于 区或深的位置 向右旋转 总是伴有向右侧区 向右侧区也伴有向右旋转 颈椎中这种复合运动幅度 惊人的大 C2和C3阶段 大约有8度的侧区 伴有大约6度的旋转 在向右侧区和相伴的 同侧旋转中 右侧的关节面一起滑动聚合 就像它们在伸展中一样 左侧关节面活动分离 分散 类似于区区中的活动 如何影响处诊 治疗师利用前面描述的 两种关系 作为它们的优势 当在运动时 处诊下颈椎关节面 C2、C3以下 偶合角度与伴随 聚合发生的关节面运动 治疗师的目标是感受到 伴随关节突关节运动时的 后下侧关节突的摇摆 当它们处诊右侧时 通过促进向右侧侧区和旋转 使得关节突朝向处诊手指 通过侧区促进运动 并使得相应的阶段大范围旋转 如果旋转被首先促进 对于C1、C2阶段 会耗费相当一段时间 才能够到达旋转末端 旋转被传递到下位阶段 也需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 在2000年已经很好地解释了 屈伸中的运动学 他的研究描述了 屈伸过程中顺时旋转轴 每运动5度进行影像学判定 研究者发现 上位关节突起 与中板之间的一种关系 这种关系决定了旋转轴的位置 在上位追尖盘阶段 旋转轴位于下位追骨 导致在屈伸中 除了倾斜 上位追骨还承受较大的平移 在下位追尖盘阶段 旋转轴接近追尖盘 这使得倾斜非常大 平移较小 较大的平移 例如C2、C3阶段 会产生较大的作用在 追尖盘的剪切力 这些力被认为与 追尖盘一分为二 和勾撞突的形成 有直接关系 勾追关节控制侧区 并保证阶段旋转 和侧区的偶合运动 迅速地转移到下位追体 随着年龄变化 当紊乱出现 勾追关节在侧区时 可以引起颈椎一侧 局部症状 诊后与上颈椎解剖 上颈椎负责支撑感觉 与平衡器官 例如眼与头部的 偶合运动 静眼反射 以达到稳定视野范围的目的 上颈椎 在几柱纵列中 包含最复杂的 独特 以及高度特异的结构 头部和颈椎连接处的解剖 有很大不同 这种来自 规范的偏差影响了 局部促成 骨性结构的期望 只能得到 一个有限的结果 某些解剖 变异的影响 非常极端 甚至是变态的 以至于它们被描述为畸形 下列畸形 直接影响触诊 发育很小的枕骨科 导致尺状突 突入到头骨内侧 这种畸形被称为 原发性扁颅底 并且可能引起 某些神经功能缺陷 当骨头形状扁平 触诊环椎的横突 是很困难的 因为突起 直接位于枕骨下方 当环椎和枕骨 融合在一起 C0-C1阶段 是固定的 枕骨化 只有在小于 1%的人口中存在 枕骨 枕骨包括 两个大区域 后部 枕骨的 鳞状部分 下部 横向和肌底部分 枕骨的鳞状部分 是头骨顶部 后部区域 它与顶骨通过 人字缝连接 与镊骨通过 侧缝连接 它被分成 两个平整的区域 成为枕平面 和向平面 每个区域 有不同的功能 向平面 被静步肌肉覆盖 与枕平面 通过上向线分隔 向平面内的 横线 及突起 和区域 可以被准确地触枕 枕外龙突 是最突出的 解剖标志 它代表一个 中等大小的 突的指点 该突起 从枕骨大孔 后上方经过 也标记了 向韧带的连接点 这个节节的形状 变化剧烈 逐渐向下减小 所有人 只有约11%的人 良好发育 最突出的一点 称为枕骨龙突 宠物 如猫和狗 枕骨龙突的高度 高于人类 这是因为 这些动物的 向韧带的负载较大 反过来在连接点 形成更多的张力 三条横线的位置 可以用和突起的关系 来描述 最上向线 这条光滑的突现 直接连自龙突 并稍微向下 横向扩展 它是大量的 某种程度上 移动头皮和耳朵的 面部表情肌肉连接线 很少发育完全 有可能完全缺失 上向线 广泛的拱形突现 起自龙突稍下的位置 并横向扩张 估计约有37%的上向线 是充分发育的 大的内在肌肉 正好明显在这条线的下方 如近半肌肌 头颊肌 和下斜方肌的一部分 下向线 这条线位于龙突下一指宽处 开始横向延展 稍后在前方弯曲 几乎是一个直角 横断面与上线线 在侧方相遇 两条线一起形成一个处枕高地 如突后突起 下向线标志了深层 颈部肌肉 直肌和斜肌的插入点 枕骨下面被分成两个区域 侧面部分以围绕 枕骨大孔为特点 直径3至3.5厘米 并膨胀 枕骨大孔为脊髓和其他结构 形成一个通道 在5%的人群中 两个双面凸起在侧面被发现 被分成两个独立的部分 在C0-C1阶段 关节软骨具有不同的形状 以适应屈身时作用在 关节软骨上负荷 如前所述 此部分解剖也有相当多的不同 颗状凸是联合的 使它们在前侧聚拢 肌底部类似一块 楔形的骨头 并与蝶骨在前面连接 环锥 环锥通过将C0-C1 以屈身作用为主的运动 以旋转的形式传递到C1-C2 而发挥调节器或中间盘的特殊功能 低颈椎包括一个环 这个环由前弓和后弓组成 前部C1锥体在C2尺突上 尺突与前弓形成一个关节 并被坚强的横刃弹固定在这个位置 环锥也没有急凸 在环形结构上 只有一个前节节和后节节 环锥在环的侧方 支撑两个发育良好的骨块 称为上关节面与下关节面 上关节面是两面凹陷的 与整骨科形成上颈椎关节 C0-C1 此处大约是30%软骨覆盖 有不同的缺损 软骨与环锥关节面 拥有半径相似的曲面 这导致在这个阶段 有高度的结构上的一致和相似 下关节面是圆形 并且是凹陷的 环锥的一个特有部件 是其宽横秃 这使得环锥成为了 所有颈椎中最宽的 欧洲中部男性环锥 横秃间的距离 大约是8.5厘米 这个距离大约和 踢横秃间的距离一样 横秃间可以在 乳秃和下颌骨之间被触及 横秃形状和长度的变化 在进行两侧比较的触整 可能导致错误的结论 在一项大规模影像学研究 再次确认 上颈椎在解剖上有很多变化 我们评估了总共 212例无颈椎症状的受视者 颈椎序类的X线 测量上颈椎关节和上颈椎 非对称的多关节位置相当多见 对称的整骨 环椎 疏椎和其他相关结构 只在6%的受视者中观察到 他们还发现 颈椎向左和向右移动 与上颈椎关节解剖位置无关 正如影像学测定 自然的 这个知识也影响了处诊C横凸时的结果预期 两侧横凸长度一致 不是预期结果 在进行进一步的运动检查前 不应将其视为异常 输椎 第二颗颈椎是一个过渡椎体 其上部属于上颈椎 同时其下部与下颈椎椎体有类似的形状 C2尺徒长度平均是有1.5厘米 有一个圆形的尖 与椎体相比 有一个11度至14度的向后倾斜 在上颈椎影像中 这是最可靠的骨性标志点 C1、C2大范围的旋转轴位在此处 尺徒前侧与环椎前弓形成关节 后侧与环椎横向部分形成关节 上关节面与尺徒直接相邻 它们有一个两面凸的形状 与环椎的下关节面形成侧面的环梳椎关节 真正的C1、C2小关节 最重要的是环椎处诊标志点 是特别突出的分叉的急突 这是上颈椎区域最重要的参考点 在这个水平有薄的椎弓和椎体 与环椎相比横突相当的短 疏椎和环椎的椎孔很大 为在大范围颈椎运动中 硬膜囊和脊髓运动提供空间 硬膜囊位于临近C1、C2旋转轴的位置 所以在大范围旋转运动时 只有轻微的变性也不会被骨骼压迫到 颈椎的韧带 在颈椎众多韧带中 本章只介绍几个非常重要的韧带 向韧带 这条长韧带起自C7极突 延伸至枕骨龙突 承担了极上韧带的角色 它拥有深层纤维和浅层纤维 类似韧带 直接连接枕骨与C5至C7极突 深层部分是一个 由弹性纤维构成的薄的分隔 隔膜 锁状的薄的浅层部分形状 类似韧带 它由如下肌肉汇聚形成一个建模 斜方肌、头颊肌、上后聚肌、小菱形肌 在大范围的颈椎曲曲中 向韧带可以被触及 在颈椎大幅度曲曲时 向韧带轻微地将头拉向后面 防止上颈椎关节运动到最大终点位置 据推测 这样可以保护脊髓 当头部可以伸缩时 可以在张力的作用下固定和向后 拉下位椎体以实现真正的伸展 环椎横韧带 这条韧带形成了十字韧带中横向部分 环椎横韧带起自环椎侧块 长两厘米 中间大约两毫米厚 高度大约一厘米 由非常紧的结体组织构成 非常坚固 在过去 解剖学家已经证实 这条韧带可以承受大约130千克拉力 在前边有薄的透明关节软骨覆盖 与尺秃一起参与形成 环梳椎关节中部 该韧带位于尺秃后下方的 尺秃间圆形的凹陷中 类似脖子周围的围巾 尺秃因此被固定在一个 骨性的朝下的漏斗中 当韧带完整时 甚至大张力达到40至50千克 都不能将C1和C2分开 这意味着在这个关节中 牵引治疗不适用 环椎横韧带的主要功能 是保持尺图远离硬膜囊 内有脊髓 物理治疗师熟悉数种评估 此种重要阶段稳定性的检查方法 环椎横韧带也控制在屈身时 环椎与梳椎的生物力学 并通过其坚韧的纤维 使得关节面靠近 来稳定环梳椎关节 异状韧带 四条异状韧带也非常的坚固 稳定和坚硬 主要包含了一型胶原蛋白 韧带列分为两组 异状韧带 枕骨分区 这个分区直接连接尺图后上部 与枕骨长度11至13毫米 厚度3.5至6毫米 宽度约8毫米 此部分将头部的侧区 直接传递到C2 异状韧带 环椎分区 这部分被发现 与环椎横韧带 在同一水平 它们连接尺图侧面与前弓 所以长度大约只有3毫米 其功能包括 颈椎弯曲和伸展时 移动尺图 限制环梳椎关节旋转 传递头部侧区 到C2旋转轴 所以异状韧带 控制上颈椎区域的 中心生物力学 上颈椎生物力学 缓整关节 C0 C1 缓整关节运动 主要集中在始状面 曲伸范围总计 大约是27度 这个运动范围 可进一步分为 曲7.2度 伸20.2度 C0 C1应被视为 一个伸机 大约5度的旋转和侧区 对每侧来说 是可能的 另一边的侧向运动 也是可能的 一种环椎的滑动 当上颈椎向一侧弯曲时 环椎向同一侧滑动 数毫米 这种滑动 可以使用处诊评估 并提供了 C0 C1阶段 移动能力的信息 环竖椎关节侧面 侧面的环竖椎 骨性关节面 趋向于 在始状面上平坦 会拥有一个凹的形状 中间部分软骨 特别厚 形成两个 遥相呼应的凸面 只在某些部分 与另一侧 发生关系 这个不稳定的位置 导致低摩擦 并允许运动 很快地执行 但是 组织必须相当强壮 以维持关节面接触 关节囊 作为一个 整体非常大 允许执行所有运动 不一致的关节面 被内线的关节囊抵消 众所周知 在C1 C2阶段 轴向旋转 是主要的运动表现 有关轴向旋转 和侧区的详细信息 在文献中 有很多不同 当C2固定时 每侧大约有 20度的旋转 当C2自由移动时 运动角度 总计约到40度 屈身活动范围 加起来 约20度 这个范围 被平均分到 屈身中 如果不是这样 旋转范围 将会不同 有记录的侧区角度 在0度至6.5度之间 上颈椎 侧区时的 偶合运动 向左侧区 最初将 右侧 异状韧带的整骨 分曲至于张力之下 这使得尺突 向后部同时移动 旋转轴 立即转向左侧 这种运动 传动 在骨骼肌肉系统中 是一种 最强大的 偶合运动 同样可以通过 观察C2极突 向右侧运动 来认识 极突运动 被用来评估 异状韧带的 稳定性 但是治疗师 不被允许 基于整骨运动 和C2之间的关系 得出 关于 偶合运动 在单独一个 阶段的结论 侧区和旋转的 偶合运动 在此处 是因人而异的 所以对美丽患者 必须单独评估 众多关节面 解剖形状的不同 是这些 不同的可能原因 后部肌肉 中速内部肌肉 肌肉是颈椎中 最重要的 稳定者和运动者 从横突和急突之间的 骨塌陷处突出 如头半肌肌 和颈半肌肌 外部肌肉 颈椎外部肌肉 被定义为 在原始位置 未被找到 接受脊神经 副侧支配的 那些肌肉 重要肌肉如下 斜方肌降断 其自上向线 和向韧带 指于锁骨外侧 三分之一 肩甲提肌 其自C1C2横突 指于肩甲骨上脚 斜脚肌 胸锁乳突肌 其自乳突 指于胸骨饼 和锁骨内侧 三分之一 内在肌肉 从进化论的观点来看 我们观察到 颈椎中 有很多初级的肌肉 这些肌肉 受脊神经后肢支配 下属大的内在肌肉 颈部或整骨部 是重要的 颈半极肌与头半极肌 头半极肌 其自C3至T3横突 指于上向线 与下向线之间 这部分大约宽 三厘米 高度大约两厘米 头夹肌 与颈夹肌 头夹肌 其自向韧带 与C3 T3极突 指于上向线 头最长肌和颈最长肌 头最长肌 其自下颈椎 与上颈椎横突 向上指于乳突 头长肌 与颈长肌 如何影响处诊 当治疗师使用处诊 进行定位时 颈椎区域的全组肌肉 都有射击 浅层肌肉是唯一 可以被可靠触及的肌肉 治疗师可以通过定位 它们自己 急突临近的一排 或整骨的边缘 也可以通过 指导他们的患者 紧张适当的肌肉 来确定相关位置 半疾肌多阶段肌腹 被发现靠近击突 是晶鞋的内在肌肉中的一个 它填充了中间线 和椎板之间的空间 指点位于上线线 稍下 二分之一的宽度 被斜方肌降速 在连接上向线前覆盖 前缘的肌肉 可以通过在锁骨上的起点 向上方移动来处诊 头半疾肌附着处 占据在中线和乳突肩之间的 整骨边缘弧线 大约三厘米 头颊肌插入这条线的中间三分之一 这个强壮的旋转肌和伸肌 属于背部浅层内在肌肉 线外侧三分之一 被胸锁乳突肌覆盖 这条肌肉不仅附着在乳突 有时在偏厚一点位置 这可以在此区域的测试图中 容易地看到 当处诊C1至C3横突时 胸锁乳突肌提供导向 C1横突通常在肌肉前方 C2横突通常在肌肉后方 C3横突在其后圆 这些肌肉对于那些 想准确定位横突的治疗师来说 是有帮助的指导结构 胸锁乳突肌经常必须被推到一边 治疗师才能够解密地处诊横突 上镜端肌肉 下属深层短小的枕下肌肉 是重要的 头后大直肌与头后小直肌 头后大直肌起自C2横突 在上部倾斜走形 至于下向线中 头后小直肌起自C1后节节 至于下向线 头下斜肌与头上斜肌 头下斜肌起自C2极突前面 沿上外侧方向走形 指于C1极突 头上斜肌起自C1横突 在实装面几乎是完全的侧面 指于下向线 入突后 头外侧之肌与头前侧之肌 上斜肌肉 被非常多的本体感觉神经支配 对于上进段运动的精确控制 非常重要 这些肌肉与短的前侧肌肉结合 构成上进段固有的肌肉装置 这个肌肉装置有特殊的解剖优势 例如利用C1横突 与C2极突的长杠杆效应 还有上进段区域特殊的生物力学 确保上进段关节通过 使用其坚固的组织靠近 例如C0、C1、C2、C3关节囊中 机械感受器一起 这些肌肉的激缩 形成了平衡的第三器官 如何影响出诊 上进段肌肉完全被浅层覆盖 使得通过处诊可靠的定位 这些结构变得困难 功能性深部肌肉按摩中的 深部横向变形技术 可以用来评估肌肉和释放张力 前侧和外侧肌肉 颈部前侧肌肉根据其位置 被分为两个系统 前层椎前肌肉在喉部器官前 深层椎前肌肉直接在椎体前 前层椎前肌肉在位置上 进一步分为舌骨上肌群 这些肌肉位于嘴的底层 连接舌骨和下颌骨 它们在功能上属于咀嚼肌 舌骨下肌群也称为带状肌肉 这些肌肉连接舌骨和喉 甲状软骨、胸骨 它们参与一些复杂的运动 如咀嚼、吞咽和发声 从机械的观点看 当嘴闭合时 它们形成了一个运动曲肌链 下颌闭合器 咬肌和捏肌是活动的 当颈椎弯曲时产生了一些力 如何影响触疹 舌骨的确切位置和突出的后喉头 被用来确定颈椎水平 在服务位触疹后部的结构 是非常困难的 例如当定位C4追板位置时 前侧结构被用作进一步的辅助 舌骨大部分身藏在嘴底部 与咽喉部垂直面的夹角 约平C3 其位置变化很多 经常发现其在下颌骨水平难以触及 请参考前侧触疹技术部分 深层椎前肌肉包括 头外侧直肌和头前直肌 头外侧直肌起自C1横突 至于整骨外侧部 头前侧直肌起自C1横突前方 向内上方延伸 至于整骨肌底部 头肠肌和静肠肌 头肠肌走行 这块肌肉被分为几个部分 垂直和横向纤维 起自T3指于环锥 在两侧均靠在锥体上 静肠肌走行 起自C3至C6横突 走行在横突和锥体之间的低洼处 指于整骨肌底部 直肌和头肠肌 与颈部短的后部肌肉 保证上颈部靠论 当圣经段不稳时 患者应该训练这些肌肉 肠肌群被视作 临床上的颈椎稳定者 对不稳定的物理治疗 特别是下颈段 应该将目标定位在 是颈肠肌恢复健康 他们在2004年的 基电图研究中 证实头肠肌和静肠肌 进步深层趋肌的重要性 在慢性进步症状患者中 这些肌肉在颅径弯曲时 同无症状人相比 活动减弱 经过这些肌肉的训练 患者症状明显改善 深层锥前肌肉不能被触及 由于其在临床实践中的重要性 这些肌肉方才收录在本章级 斜脚肌 这些肌肉属于深层颈部侧方肌肉 是颈部内肩肌的延续 因此斜脚肌也起自横秃节前方 颈内肌部 它们的肌腹形成一个圆锥形状 覆盖在胸膜圆顶上 神经和血管从肌肉中的 两个肩细穿过 斜脚肌肩细 基于它们的位置和起点 适合作为呼吸辅助肌肉 前斜脚肌走行 起自C3至C4横秃 沿前外侧扩展 指于第一类 隔神经半齐部分路线 中斜脚肌走行 起自C3至C7横秃 向下指于第一类 后斜脚肌走行 起自C5至C7横秃 沿后侧扩展 向下指于第二类 斜脚肌使用触枕 可以很好的触及 它们覆盖咽喉的前外侧部分 有部分被胸锁乳突肌覆盖 前斜脚肌间隙 由胸锁乳突肌 和前斜脚肌组成 锁骨下静脉和隔神经 从此穿过 后斜脚肌间隙 由前斜脚肌和中斜脚肌组成 锁骨下动脉和必从神经 从此穿过 对这些从中间穿行的结构的压迫 会导致斜脚肌综合征 或者一种胸阔出口综合征 神经与血管 向筋膜起自上后狙肌上圆 向上延伸 与胸腰筋膜相比 向筋膜通常叫薄弱 它包扰固有肌肉 横卧在头半肌肌和头颊肌之上 与这些肌肉一起 清晰地沿上向线分布 它合并了向人带中断 与包扰斜脚肌 头最长肌 颈最长肌的颈椎椎骨 前筋膜的深层相连接 一个稳定的动作 在腰椎可以看到 类似作用的筋膜 不能归功于向筋膜 众多神经和血管结构 在后侧经过 穿过浅层肌肉和后部筋膜 向筋膜与斜方肌筋膜 进入颅骨 供应头颅后部 头颊肌是一个标志结构 用来理解此区域 血管和神经的走形 真小神经起自 头颊肌侧圆和胸锁乳突肌 后圆形成的角中 向上进入头后部 它是静从的分支 因此有一个前起源 整骨的血管 整动脉与半形的静脉 与整大神经通过一个 由头颊肌 半颊肌侧圆和整骨组成的 三角形区域 穿过颈部筋膜 它们出现在表面 也经过后头部 整大神经事先经过 头半颊肌和斜方肌 降断肌腹 此处所阐述的神经和血管的位置 呈现很多变异 与系统解剖学 对它们的位置和走行的描述 和阐述 有相当的不同 如何影响处诊 在四肢穿过筋膜和肌肉的 神经结构的临床结果 是神经压迫 神经卡压 在整大神经走行处 类似的病例条件 也曾被报道 这会导致 整骨疼痛和感觉迟钝 当神经被处诊 肌肉时 症状加重 避从神经 颈部和咽喉区域的肌肉 被静从和颅神经支配 部分避从神经支配 肩胛带和手臂肌肉 C5-T1脊神经前肢 形成避从神经 经过三个干和素 形成众多的周围神经 支配手臂肌肉的周围神经 有正中神经 齿神经和饶神经 由于横突呈线性排列 汇入避从神经的分支 以一个角度向前延伸 与锁骨下动脉一起 在后斜角肌间隙 穿过斜角肌 随后跟随动脉 穿过锁骨和低肋骨之间 狭窄的间隙 通过移动手臂 将避从置于张力之下 可以在斜角肌间隙触及 触诊流程概要 触诊的目的是为了 颈椎局部评估和治疗 打下基础基础 西老师将颈椎作为一个整体 为颈椎的前面 侧面和后面 提供单独的指令 上颈椎和下颈椎的解剖分区 对于触诊程序来说 是实用性不足的 后面的触诊 是四个将要进行的 触诊步骤中的第一个 从颈骨到乳突的突出物和轮廓 将会首先变得明显 另外 所有在这条线上的连接 颈骨和C7疾突的肌肉 与骨骼结构将会被尽可能的定位 后侧韧带和椎间关节 小关节接下来触诊 最后我们回到整骨定位 可以触及的肌肉 神经和血管 侧面触诊 允许治疗师定位 C1至C3横突 另外 结构位置将会被描述 从颈部后三角的软组织 到后斜角肌间隙中的组织 前面的结构 允许治疗师高度准确地 确定每个椎体的水平 因此 舌骨和后头 包括在触诊定位中 开始前讨论 初始体位是很有必要的 为了确保 每个个体每次触诊 都是相同的条件 初始体位 患者被置于重力位置 是推荐的 当触诊 静椎时 无支撑座位 这种初始体位的优点是 所有前面 侧面与后面的结构 都能够被容易触及 颈部肌肉轻微的紧张 是可以接受的 颈椎中立位置 被精确地描述 这个位置经常被使用 除了运动明显受限 和患者症状 不允许这个姿势 头部相对于躯干 没有前移 前身或后移回缩 换句话说 整骨大部分后方 应与上胸椎 在同一平面中 颈椎同样置于 自然侧区和旋转位置 治疗师应检查 耳朵和上部肩关节 之间的距离 同时 鼻位于 始状面中 上颈椎应该被置于 自然的 屈身位 选项 一 矿耳平面 这个参考平面 通过耳外骨骼 耳外孔 或眼眶最下部 眼眶的上边缘 来确定 使用术语 外耳孔眼姿面 对于治疗师来说 将头置于中立位 非常容易 选项二 最佳闭合 当头部在直立位 反复抬起和下降 两排牙齿开始接触 当头部在一个 确定的位置 这就是闭合位 向颈椎区 伸中立位 这种中立位定位方法 对于治疗师来说 并不是特别适用 治疗师通常 紧挨着患者站立 触诊手来自前面 另一只手 控制患者头部位置 通过放置一个 变平的手 在患者头部 使用这个方法时 只需要轻微的力 就能够移动头部 在中立位 小范围和大范围的运动 都极易引出 另一个选择是 使用治疗环 治疗师的手臂 从前面 包扰患者的头部 小指边缘停留在枕骨 除非下颈椎阶段 是需要注意的 如果在这种情况下 小指边缘被放置在脖子下方 治疗师应确保 手不能够过分压迫患者的耳朵 或下颌骨 患者头部 靠在治疗师胸骨或同侧肩膀 一个折叠的毛巾 可以放置在患者头部 和治疗师胸骨或肩膀之间 以确保治疗师 不会过度前倾 才够得到患者的头部 而保持中立位 这种处理技术的优点 是可以大范围的控制头部 小范围运动可以准确地异化 更进一步 当需要时 治疗师可以沿着长轴 提供压迫或牵引 提示 如此简单的手臂放置技术出现 治疗师倾向于 拉伸患者头部 使其前倾来代替 向着头部运动自己 这样使得患者颈椎远离中立位 缺乏经验的治疗师 刚开始练习此技术 可在镜子前 这样有助的 当处诊前面时 治疗师必须改变位置 这个初始体位将会在前侧 处诊技术部分描述 处诊困难的 可替换初始体位 一些治疗师要求患者 仰窝位或腐窝位 侧躺下 颈椎治疗技术很少 在躺下的初始体位 颈椎也应尽可能地放置在中立位 假如患者的症状 不要求其他姿势 俯卧 俯卧位在第八章中 已经详细描述 当鼻子放置在 治疗台的脸洞中 身体在治疗台上的位置 对于颈椎的位置 非常关键 就像常做的那样 再次强调 患者应当 躺在治疗台中间 以确保颈椎没有侧躯 当治疗台 头部重点稍低时 颈椎呈挤住后秃 颈椎曲度 可以被轻微地 向治疗床头部和脚步 滑动改变 如果颈椎不能够 被放置在中立位 向前面所述 颈椎必须至少被放置在 看起来是直立的位置 仰卧 初始体位在第八章中讨论 患者经常躺在 治疗床上 手臂紧挨身体 他们的膝关节 轻微弯曲 依靠在称电 对于颈椎评估和治疗 重要的一点 是将患者尽可能地 置于靠近 治疗床头部 医学保治疗师 和患者颈椎之间的 距离不会太大 颈椎经常被过多的称电 置于过度弯曲的位置 这个位置 使后方的软组织 处于被动前拉 下颈椎和上颈椎 关节处于曲曲位 这样反过来 或减少很多运动的 活动范围 改变局部评估的结果 因此 不推荐在患者 整骨下使用称电 如果前途很严重 可以使用少量的称电 提示 只能将称电 置于整骨下 而不是颈椎下 某些病例情况 是痛苦的 例如 急性的弯曲的颈部 斜颈 要求其他姿势 当然 患者的感觉 优先于 将其置于中立位的要求 后测触诊技术 触诊结构概述 整骨 整骨下凹 和向人带 C2急突 下颈椎急突 关节突 关节 肌肉 整下身心 和血管 整骨 食指和中指的指尖 被直接置于整骨 使用伴有轻微圆周运动的 触诊技术 治疗师搜寻整骨的突起 其尺寸和形状 与一个发育良好的节节相符 整骨龙突 向人带 牢固地连接在此部位 提示 触诊时经常发现 整骨龙突高于预期高度 颈部最高的线 最高向线 可以在这个位置下看到 通过将手指直接置于 整骨龙突上穿过整骨 这条成弓形的线 向侧面延伸 整骨边缘的实际触诊 现在开始 从整骨龙突外部开始 治疗师更多的触诊 下部和侧面 直到圆弧形的整骨边缘 可以清晰地感觉到 一个垂直触诊技术 在此处被使用 食指指尖从下部 推动整骨边缘 从解剖学的观点来看 食指大约位于上线线水平 此区域的肌肉是粗糙的 粗糙程度因人而异 这些粗糙肌肉 在那些不得不前行 并保持头部直立的运动员中 速度滑冰 自行车 运动员突出 整骨圆诊 头半阶级的连接点 和斜方肌降速 被发现在中间 低于此点 随着治疗师向侧方移动 整骨边缘可以在两个点 清晰地触摸到 这些点位于相邻肌肉的缝隙 允许治疗师进入触诊 更深层的结构 更多详细的细节 进肌肉 诊下神经与血管 一个轻微的环形评估 能够感受到更边缘 上向线和下向线 在乳突后相遇 头上斜肌附着于此 最后随着触诊移动到侧方 遇到乳突后部 乳突边缘被触诊 以确定其尺寸 这个凸起不在枕骨上 反而在镊骨上 连接枕骨和镊骨的结构 走行在乳突后 枕骨下凹和向任带 治疗师回到枕骨隆突触诊 触诊时 食指和中指的指尖 被置于皮肤上 枕骨触诊 从整骨隆突开始 向下移动 在这个过程中 触诊手指反复压迫骨骼 使得治疗师能够触摸到 整骨的形状和走行 重点 治疗师应对颈椎中立位 特别注意 任何一点移动 无论多小 都会使得触诊骨骼边缘 变得困难 当最后一个骨骼 接触整骨的点被触摸 触诊手指 趁电位于一个大的凹中 尺寸约有一厘米 与很多结构相邻 枕骨形成上边际 刚才已经触摸 C二极突形成下边际 强转的头半截肌肌肤 和斜方肌降断 形成侧边际 向刃带形成上边际 当治疗师使用触诊手指 施加一个后前向的压力 感到相当有弹性的抵抗 通过移动静椎 到大幅度曲曲或伸展 治疗师可以清晰地感受到 向刃带张力增加和减少 向刃带 治疗师继续触诊 整骨下凹 稍微施加压力 移动静椎进行全范围的曲曲 上静椎 接下来交替 进行曲和伸 患者可以通过将下巴前移 或做出双下巴的动作来辅助 预期 当头部回缩时 全部韧带被置于张力上 推动触整手指 离开整骨下凹 在主动伸展中 治疗师可以感受 左侧和右侧半截肌的肌肤张力 治疗师可以顺着向刃带 随着向上延伸至其 头盖骨上的附着点 通过交替将紧张和放松韧带 这个方法最终用来查证 诊外隆突的确切位置 C二极突 颈椎再被置于中立位进行触诊 手指置于枕骨下凹向下推 C二极突坚硬的骨性抵抗 可以被立刻感受到 拇指和食指被用来触诊 后方非对称的分为两部分的极突 提示 如果治疗师对触诊相关结构不了解的话 C二极突的位置往往出乎意料 他们经常认为 极突在更靠上的位置 必须精确地触诊 C二极突 对于上镜段的局部评估和治疗技术 需要固定C二极突 固定只有通过C二锥板实现 下颈椎极突 辨识颈胸椎连接处极突 已经在第十一章中详细描述 所以相关方法在此处只该要介绍 通常无法精确辨识C三和C四极突 偶尔在那些有严重脊柱 曲度减少的患者中 极突可以被感受到 如果治疗师想定位C二、C三阶段 例如相应的厚外色锥板 用来定义这个水平 只有C五至C七极突 可以被可靠地感受 并和其他极突区分开 不可靠的方法 C五极突位置经常通过 简单地感受C六极突形状来确认 当治疗师用轻微的压力 从上到下沿颈椎中间线触诊时 指尖感觉像是在某种台子上移动 手指内侧遇见C六极突上缘 C五极突通过指尖施加轻微地 向前向的压力来触及 因为这种方法可靠性不佳 所以需要其他方法提高可靠性 可靠的方法 通过向后倾斜患者头部 患者的颈椎被置于前突尾 在这个运动中 C五和C六极突代表性地向前滑动 这个现象已经在第十一章中详细地描述 C五极突首先向前移动 在一个轻微地挤住前弯到达后明显地远离触诊手指 接下来寻找C六极突 脊椎前突的运动反复在一个较大的范围内进行 C六极突在前突角度末端开始向前移动 作为对比 C七极突经向于保持不动 患者或者研究伙伴可以在较大范围运动 而不感到疼痛是先决条件 小关节 关节突关节是小关节在解剖学上的精确术语 只有在颈椎的椎体序列中能够被清晰地辨识 为了诊断或治疗的目的而对它进行定位 关节活动限制可以被触诊 发炎的关节囊对于触诊的压力非常敏感 下面的触诊顺序设计定位C二至C三小关节位置 C二极突 C二追板 C三追板 C三向关节突 C三横突后结结 C二三小关节触诊运动 通过追板识别水平 为了找到C二、C三小关节 触诊手指必须首先置于 C三追板上 然后定位 C二极突 这在先前的触诊中已经被成功地找到 从这个极突开始 解疗师触诊 围绕头板击击 沿着前侧方向触诊 椎旁肌肉被推离后内侧 并施加后前位的压力 组织回应一个坚硬的抵抗 解疗师现在触诊C二追板 每个更远端椎体的椎板 大约在往下一十指的宽度 提示当遵守这些条件 所有的颈椎可以被可靠的辨识 可靠性通过先辨识相应水平来提高 定位关节阵列 C三追板被定位 触诊手指增加施加在追板上的压力 沿着其形状向前外侧移动 在一个短距离后 触诊手指遇到一个高抵抗 触诊变为更多的横向 上关节突 小关节阵列的C三部分 定位在此处 确定准确的位置 三种方法可以确认C二C三小关节的准确位置 小关节阵列的波浪形状 可以在手指上下大范围移动时感受到 椎间关节向后凸起 临近的椎间关节之间的空间是平坦的 当治疗师采取一种激热触诊手法时 发炎的关节囊对压力反应敏感 触诊接下来在侧方 骨性抵抗减弱 手指移向前方 伴随手指运动描绘出一个急转弯 手指现在已经从下关节滑向侧方 位于横突的后边界后阶节 利用运动进行确认 手指移回小关节阵列 指尖位于C二C三椎间关节稍下方 这个关节由C三上关节突和C二下关节突组成 通过以一个非常水平的角度 移动此关节 有可能感受到关节运动 例如关节面滑动靠近或分离 汇聚 滑动靠近 此处提及的运动是一种朝向处 指尖的非常水平的横向弯曲 头部被用来促进这个运动 治疗师也能够使用旋转 通过旋转C一C二阶段大约40度 直到这个运动传到目标C二C三阶段 当治疗师诱导轻微地侧向弯曲时 C二立即向弯曲侧旋转 C二C三椎间关节处运动 能够被非常迅速地感受到 提示 指尖感受到的抵抗 在压力施加在C二下关节突时 是增加的 如果期望中增加的抵抗 没有立即感受到 这个程序需要被重复几次 当治疗师将关节置于 侧区或旋转范围末端 并使用指尖向眼眶 与关节平面的直线平行方向 施加一个节律性的压力 一个坚固的又弹性的抵抗 是被期待的 这个策略对于更多的身体同侧 椎间关节都可以使用 作为弹簧实验 运动局部受限的关节 以一种几乎完全僵硬的 抵抗对抗压力 分离滑动离开 向对侧侧区时 如果需要的话 勤微侧区C二远离指尖 肌肉整下神经与血管 肌肉相入整骨的上三条线中 最高向线 从整骨隆图外 向上向侧方延伸 上向线 从整骨隆图外 以一个大弧度向侧方延伸 下向线 深层肌肉 相入这个难以触及的线 可以触及的浅层肌肉 在上向线上非常明显 上向线 在可以触及的枕骨边缘上 大约两指宽 此区域主要的肌肉 是头半肌肌 头颊肌 和胸索乳突肌 肌肉的位置 肌肉间隙 和通过这些间隙的 神经血管结构 在接下来的触诊中应当明确 头半肌肌和斜方肌降速 触诊从枕骨下凹开始 触诊两边边界 由头半肌肌和斜方肌组成 这些肌肉被激活 以明确它们的位置和大小 大拇指和两个手指 首先抓住 椎体平行的肌肉群 患者接下来 向前完全弯曲头部 这尤其能够导致下颈椎弯曲 接下来主动进行上颈椎伸展 患者抵抗治疗的手 在这个步骤中 使患者将下巴前移 是非常有帮助的 头半肌肌是一个 直接临近椎体 纵裂坚固的明显的肌肉群 现在可以被处诊和观察 其形状当肌肉活动时 可以沿上向线跟踪 斜方肌降速前缘形成 整股上小凹的前缘 其位置广为专业人士所知 触震前缘是容易的 射击此处的触震技巧 是手指垂直于肌肉边缘 施加轻微的压力 肌肉边缘在上内侧出现 触震手指接下来遇到上向线 位于头半肌肌 相入点的中间 胸锁乳突肌 胸锁乳突肌的边缘和位置 能够被清晰地辨识 如果在直立位置不容易辨识 肌肉必须收缩 才能够使其位置清晰 激活肌肉的适当方法 是治疗师将手臂置于患者头上 抵抗对侧的等长旋转 和同侧的等长侧区 沿后缘向上 直到到达乳突 后在上线线水平的相入点 相同的技术被用来 触诊胸锁乳突肌前缘 通过触诊垂直肌肉边缘 前缘止于乳突前缘 在接下来的步骤 为了帮助定位 治疗师在皮肤上标记 已经被触诊的肌肉边缘 头半肌肌 斜方肌降速和胸锁乳突肌 治疗师另外 能够将神经和血管走形的知识 在区域画出来 头颊肌 进步区域 另一个可以被定位的强壮肌肉 是头颊肌 这块肌肉属于背部浅层固有肌 其次颈椎脊秃 向上指于上向线 可以直接观察到 位于头颊肌侧方 乳突和胸锁乳突肌之间 与定位胸锁乳突肌相比 精确定位这条肌肉并不容易 这块肌肉经常剧烈的收缩 使位置清晰 其肌附在颈椎大范围伸展旋转 和向处诊一侧 侧区运动时变得清晰 患者颈椎被定位在中立位 治疗师将指尖平放于 枕骨边缘 上头颊肌和胸锁乳突肌之间的空间 治疗师接下来将颈椎置于 向处诊侧轻微伸展旋转侧区的位置 患者现在正在看治疗师的肩关节 推动患者头颜椎方向进一步运动 同时治疗师的手对抗这个运动 头颊肌特别的提供需要的力量 其肌腹可以被清晰的感受 伴随着其对抗出诊手指 诊下神经和血管 正如在此章节解剖部分讨论的 两条神经和一条动脉通过诊骨边缘 在它们向头部走行的路途中 整骨动脉和整大神经 整小神经 这些结构的位置变化有很多 最精确的关于这些结构走行的描述 在1979年发现 这本书中描述的结构 是一个可以接受的平均值 一旦治疗师勤于练习 并获得了足够的经验 这些结构可以使用触诊 精确的辨认 整骨上有两个区域被少量的肌肉覆盖 这些区域在接下来的文章中 会被命名为 整骨上肌肉间隙 它们将帮助治疗师定位血管和神经 当从中间向两侧处整整骨时 这些肌肉间隙 可以在两个点上清晰地感受到 每个间隙都位于相邻的两个肌肉之间 中间肌肉间隙 头半肌肌 侧缘和头颊肌中缘 整骨动脉和整大神经 从此点穿出筋膜 走行于整骨上皮下 在此点 当施加重压时 环椎后宫可以间接感受到 这对于C0 C1阶段 众多的移动性和稳定性测试 和手法治疗技术都是非常重要的 侧方肌肉间隙 被发现位于夹肌侧缘 和胸锁乳突肌后缘中间 整小神经在此处越过整骨边缘 它从胸锁乳突肌后冒出 围绕C2水平在整骨上 沿直线向上 为了定位整骨动脉 需用一个指尖温柔的置于 整骨边缘 在中间肌肉间隙水平 通常需要一段时间 才能感受到动脉搏动 如果搏动不能被感受到 这条是需要继续处诊中间或侧方 以找到磁点 整大神经被发现直接临近这条动脉 为了定位这条神经 正确的技术包括保持手指垂直 并使用指尖来处诊 一条周围神经在表面之下 坚硬的上面可以被弹波 这类似于弹一个吉他 可以通过施加一个坚硬的压力 并快速向前和向后移动手指来获得 在这个运动中 神经在指尖下滚动 治疗师倾向于使用相同技术 在侧方整骨下肌肉间隙中 找到整小神经 评估与治疗提示 这些颈椎后方初步的触诊 已经显示出多种 可以在患者身上使用的选项 结构水平现在能够被可靠地确定 后方肌肉和后外侧的 椎间关节能够被较好的触诊 椎间关节局部移动性测试的基础 已经阐述 小关节章节已经描述在 椎间关节处怎样感受运动 弹簧测试对于评估 椎间关节移动性是最快速 和最准确的定性实验之一 一系列多样的手法治疗技术 使用椎板来影响截断移动性 牵引和滑动 吉老师应该在这个主题参考专题文献 三个治疗技术在接下来的章节会被提到 这些在手法治疗领域之内和之外都非常重要 这些包括上颈椎稳定性的评估 除了评估环椎横韧带的稳定性测试 异状韧带测试属于提供此部分 重要韧带信息的关键技术 在下颈椎中 年龄相关的蜕变过程 在阶段运动中有重要的角色 吉老师使用一个简单的技术 来重点击者受影响的阶段 并确定其水平 这部分以一种极其愉悦的 功能性的且有效的 缓解肌肉张力的肌肉技术为结尾 所有具有一定才能的治疗师 都能够在椎旁实施这些功能性的按摩 这些技术经常被用来 作为疼痛症状的初始治疗 或者为患者局部评估和治疗做准备 异状韧带测试 一些局部上颈椎评估和治疗技术 要求C2极突很好的处诊 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要求被固定 异状韧带诊骨部分的稳定性测试 证实局部处诊对于评估技术有多重要 目的 为了评估异状韧带诊骨部分稳定性 标准 当上颈椎运动轻微侧躯时 向一側弯曲头部 C2立即运动 当异状韧带弹性被检查时 可以感受到坚硬的终点感觉 操作 接下来的操作在IAOM手法治疗研究组 和德国菲尔巴赫的VPT学院 中备教授 这项测试检查两侧枕骨的异状韧带 准备 C2极突首先并定位 并用大拇指和食指紧紧抓住 与两侧锥板建立连接 接下来 头部被固定于治疗室的手环中 食指从一侧锥板上移开 大拇指现在应该清晰地与一侧C2锥板连接 阶段一 移动性测试 使用温和的轴向压力 头部现在被引导向局部轻微侧区 远离治疗师 因为直接的复合运动 C2立即转向右侧 同时C2极突转向左侧 当益状韧带是完整的时候 以下结果是期待的 C2能够自由地在C3上移动 极突的运动立即被感知到 因为一个增加的压力 抵抗拇指 阶段二 十字移动核对测试 当极突被固定时 现在尝试向侧方弯曲颈椎 极突上的压力再次增加 以致极突不能再移动 治疗师对颈椎提供轻微的轴向牵引 并尝试使用治疗环促进侧区 正常情况下没有运动出现 阶段三 终点感觉测试 最后进行一项快速的韧带弹性测试 首先促进轻微的侧区 但拇指停留在极突上 允许这些运动 头部 接下来保持这个姿势 拇指施加一个短促 但是密集的压力在旋转的极突上 在中间向上向后推 一个坚硬的终点感觉 说明韧带是完整的 解释 阶段一 当极突旋转被延迟一个极短的时间 这项测试都是阳性的 所以守定位在极突上 是这项测试中最主要的组成部分 进行这项测试时 最常犯的错误 是与极突之间的连接太少 这意味着运动不能被激励感知到 并导致错误的阳性结果 这个结果被韧带松弛解释 C2与C3之间运动受限 也能够限制C2旋转 可以推荐 C2C3阶段移动性测试 首先使用弹簧测试进行评估 阶段二 当C2极突被固定 并且测曲是可能的时候 韧带松弛是被证实的 通过脸部皮肤运动 对抗头盖骨的手部运动 不应该被误认为是测区 这很重要 只有终点感觉是坚硬的 异状韧带才能被证实是完整的 这项测试是阳性的 当拇指推积突 并且感受到一个弹性的终点感觉 治疗师可能只声称 异状韧带是稳定的 当所有三项测试 都没有证实两侧的韧带松弛 如果异状韧带松弛 实行剧烈的前引技术 或大范围的旋转运动时 不建议使用此类治疗技术 辨认慢性炎症的椎间盘的水平 另外一个在颈椎后侧 使用表面解剖的好例子 是一个极端简单的测试 这项测试用来辨识那些 正在承受顽固的颈部症状的患者 慢性炎症椎间盘的水平 颈椎椎间盘控制平移运动 在进行真实的伸展时 向后倾斜头部伴随下巴拉高 发生在椎骨上 当椎间盘有炎症存在时 这项运动是疼痛的 炎症椎间盘阶段 必须在其进行局部治疗前被定位 这项测试的原则是 稳定下颈椎的椎板 在这个点上进行真实的伸展 目的定位炎症阶段 标准患者疼痛 操作 从C2极图开始 先定位C2椎板 接下来定位C3 这是第一个椎间盘阶段 双侧拇指置于椎板上 紧握住椎板 并在前侧方向施加压力 阻止后侧方向的运动 患者通过向后倾斜头部 向前拉下巴 实实在在地伸展 来伸展下颈椎 C3因为拇指被固定不能移动 伸展只发生在C2C3水平 如果测试是阴性的 接下来下一阶段定位的椎板 被固定并重复测试 解释 当患者宣称出现典型的疼痛 测试为阳性 并且可以发现责任阶段 这项测试被发现在 下椎间盘阶段是阳性的 如果任何地方 如有这些阶段 同下腰椎阶段类似 则更有可能 频繁地临换椎间盘退化 功能性按摩 一些在座位 初始体位的功能性按摩 将在此处演示 为了成功地释放 颈部肌肉张力 安全地控制头部 在治疗手臂环中 以使患者允许治疗师 支撑头部的大部分重量 这一点非常重要 这项技术的目的是 横向移动肌肉 通过颈椎运动 结合长轴牵引 一只手置于颈部 并且通过 横向移动组织来按摩 运动通过治疗的闭环来控制 在插足的例子中 当头部被曲曲时 治疗师一个宽的V形 抓住挤住旁边的肌肉 并向后移动 颈椎被置于中立位的 初始体位 一只手握住 需要治疗的部位 上面的区域 这意味着 接下来的弯曲运动 不需要过大 以至于肘向牵引组织 按摩手被置于 颈部肌肉后方 同时拇指宽广地张开 手部与深层的肌肉 发生联系 并且夹住这些肌肉 向中间和后方推动它们 这个横向的牵引伸 被保持 轴向的牵伸 通过弯曲颈部来增加 这个功能性按摩 可以在几个方面变化 缓慢 有节奏的反复牵伸 或静态牵伸 在一个阶段 重复横向移位 或者是从上到下 系统性地沿着 所有的颈部肌肉按摩 宽的V型抓握 半肌肌 斜方肌 夹肌 和长肌 窄的V型抓握 半肌肌 和斜方肌 对称性移动 颈部区区 和牵引两侧肌肉 或在远离治疗时 方向牵伸肌肉时 偶合区区 侧区 和向治疗时的方向旋转 外侧触枕技术 触枕结构概述 下颌脚 C1横凸 C2和C3横凸 进步后三角边界 进步枕三角区 进步锁骨上三角区 胸锁手突击 承对角线穿过 进步边缘区域 在肌腹上的区域 只有C1横凸的位置 是触整感兴趣的 所有其余结构定位 在此肌肉之下 在进步后三角 和锁骨上窝之上 当练习定位这些结构时 最适当的初始体位 还是直立座位 其他初始体位 例如仰窝位 在之后也可选择 治疗时必须观察横凸的位置 特别是关系到 胸锁乳凸肌的阶段 C1横凸被发现在 胸锁乳凸肌前方 C2横凸直接在肌肉下面 C3横凸更多的位于肌腹后面 期待感受的形状 也很重要 C横凸会非常长 且在长度和形状上 变化很多 在某些罕见的病例中 可能指向后方 或位于贴近枕骨的 某些罕见的病例中 横凸在形状和长度方面的变化 可能引导出错误的结论 当使用处枕比较两边时 所以只能够依靠结构位置下 诊断是不可靠的 所有C2下面的横凸 包括C2 倾向于变短 所以当触阵手指 从C横凸肩部 向下移动时 期待出现滑动深入组织 直到触及C2横凸 再一次 解剖形态学 以及质地和形状相关的期望 构成了精确触诊的基础 下颌角 枕骨边缘向侧边延伸 直达到乳突 一个垂直的技术 被一个或两个触诊手指提供 以至于手指对抗下颌骨后部 如果治疗师不确定位置的话 患者可以轻微的张口闭口 当闭口时 下颌三角对抗触诊手指 最重要的此区域骨骼参考点 已经被发现 临床相关结构的搜索可以开始 在这个阶段中 触诊手指总是置于 胸锁乳突肌之前 C横凸 环锥横凸被以下结构包围 后缘是胸锁乳突肌 前缘是下颌角 上缘是外耳软骨 腻下颌关节被发现在其前面 测量乳突下尖端 到下颌角后边缘之间的距离 C横突被发现 大约沿着稍微倾斜的线 连接两侧参考点 并且总是位于胸锁乳突肌前 根据个体不同触感变化很大 其尖端是圆的 食指尖的圆形触诊技术 被用于这个触诊 手应该置于患者颈椎和或枕骨以上 使指腹能够光滑和准确地触诊 当直接施加压力时 治疗师总是期待感受到 坚硬的来自深层组织的抵抗 提示 个体两边的不同 异于识别 C横突长度可以变化 正如尖端的形状 和周围骨性结构的位置 两边的不同并不提示 阶段错误在环锥和疏锥之间的区域 C2和C3横突 C2横突与C1相比相当的短 位于C横突下一指宽的凹陷中 因为其位于胸锁乳突肌之下 难以直接触诊 为了触及该横突 肌腹被向后或向前移动 并且压力到达深层组织 必须增加 C2横突现在可以清晰地触及 C3横突尖端一般位于 C2之下 一横指的宽度 胸锁乳突肌 当肌肉发育充分时 经过这个横突 为了在安全的一边 肌腹在施加深层组织压力前 被轻微地向前移动 这个横突被期望较短 腿深层组织达到骨骼的时间 取决于组织厚度 提示 以下要点应当被考虑 以帮助定位 在颈椎中间的所有的脊神经 到达相应横突前方 和胸锁乳突肌后方 小关节位于相应横突后中间位置 颈部后三角边界 颈部后方侧面区域 和胸锁乳突肌下面 形成一个三角形 三角形底边位于下面 这个三角形被称为 颈后三角 以下结构形成其边界 后边斜方肌降速前缘 下边锁骨上缘 前缘胸锁乳突肌后缘 有必要把此区域 进一步分成 颈部上整骨部 和下锁骨部三角形区域 以下肌肉的肌腹位于 整骨部三角中 肩胛提肌后斜脚肌 锁骨上平整的凹陷形成 颈部三角锁骨上部 解剖上称为锁骨上窝 以下结构位于此处 前斜脚肌和中斜脚肌 第一类 锁骨下动脉 必从神经 胸锁乳突肌 通常这个强壮的肌肉 在颈部侧面容易被发现 当头部向左侧大范围旋转时 右侧的胸骨头变得突出 肌肉后缘向下直到到达相路点 一项垂直的技术被使用 两根手指静止地对抗 乳突后缘部分 及肌肉的相路点 从乳突 肌肉后缘 沿后侧和前侧 直到手指间 赶到肌腱 最后到达胸骨饼 其与胸锁关节的关系 在第二章描述 通过从下到上处 整胸骨头的肌腱 解疗师可以感知 肌腹前缘 最后我们可以通过 目测胸骨头的边缘 来确定这块肌肉的宽度 提示 如果治疗师对位置没有信心 可以通过施加 一个特定反方向的阻力 并同时指示患者 对抗该阻力 等长收缩这个肌肉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治疗师将一只手 置于对侧前额 另一只手 在同侧头部 然后指示患者 向对侧转头 或患者向前 同侧侧区 当肌肉等长收缩 向身体同侧侧区时 锁骨头肌腹 往往可以看到 它与胸骨头相比 显然更宽 但是较弱 使用相同的垂直触诊技术 治疗师再一次 在乳突上开始 并跟随肌肉下行 直到其相入点 进入锁骨中间三分之一 其后缘形成 静后三角的前缘 当肌肉强力收缩 或治疗师精于计时 在下方区域 胸锁乳突肌 两个头之间的间隙 可以被感受到 甚至可以肉眼看到 这使得治疗师 能够触诊锁骨头的前缘 并且测试其宽度 锁骨 锁骨边界在中间三分之一处 大部分能够清晰地感受到 此处突出的骨头向前弯曲 除了锁骨的形状 上下软组织凹陷的存在 在此处帮助触诊 锁骨上窝和锁骨下窝 锁骨上窝组成 颈部后三角下部 同时锁骨下窝 由三角及锁骨头 和胸大肌组成 上边缘和下边缘 能够容易地跟随 在中间和侧面方向 后缘被斜方肌 降速肌腹侧面覆盖 是唯一一个 难以被触诊的部分 锁骨中间三分之一 上边界标识 颈部后三角宽度的下缘 以及锁骨上窝 提示 当这个管状骨的 轮廓被画在皮肤上 这个三维结构的边界 被转移成二维结构 这经常导致 图画显得异常的大 但是在技术上是正确的 斜方肌降速 小老师现在必须辨认 斜方肌降速 以确定进步 后三角的边界 两根手指的垂直触诊技术 再次被使用 指尖静止对抗肌肉前缘 从肌肉在锁骨上的 向入点开始 这条是随后缘和上缘 直到到达上向线 这块肌肉前缘形成 进步后三角末尾和侧边缘 这个边缘在锁骨上窝处 被触诊非常容易 此处沿中线延伸 之后其走形向上 稍微向内侧的方向转变 提示 如果肌肉边缘不能够 被清晰地触及 触诊可结合肌肉的 等长收缩进行 治疗师使用自由手 相对于触诊手而言 来抵抗患者肩部运动 同时指示患者将肩膀 向耳朵后面推 即向后的上提动作 颈部整骨三角 肩甲提基 这块肥厚的肌部 被发现在斜方肌降速前 在此点 其向内的走形变为 向上的方向 相同技术被用来定位 斜方肌边缘 此处唯一的不同是指尖深入触诊组织 为了确认位置是正确的 患者应当提起肩甲带 并向前移动 现在 此肌肉的收缩 可以清晰地感受到 维持肌肉张力的同时 可以向上和向下 沿肌肉走行 到达在横秃的项路点 肌肉下部 覆盖下颈椎横秃 这些横秃 可以在肌肉放松时 被触诊 提示 检查者可以通过紧张肩甲提肌 和向上向下 追踪其行走 与斜方肌降速区别开 肩甲提肌肌肤上方是头颊肌 这些肌肉在后方触诊中 都已经被定位 后膝脚肌 后膝脚肌被发现在 肩甲提肌肌肤下面 两块肌肉走行方向 几乎相同 位置开始在肩甲提肌下边缘 和胸锁乳突肌 后边缘形成的三角区 当触诊手指被放置于 这个三角区时 手指自动停留在后斜角肌上 这块肌肉 大约只有一个手指宽 同样 这块肌肉收缩时 更容易触紧 这可以通过深呼吸 或向同侧 等长侧区来诱发 提示 为了将这块肌肉 从肩甲提肌 和胸锁乳突肌相区分 使用肌肉收缩 来使肌肤更加明显 肩甲提肌 等长提起 和向前旋转肩甲带 胸锁乳突肌 向对立面 等长旋转脖子 将这块肌肉 同中斜角肌区分 是困难的 因为两块肌肉 彼此非常接近 进步锁骨上三角 前斜角肌 胸锁乳突肌 将前斜角肌 大部分覆盖 前斜角肌 在锁骨上窝 首先容易被触诊 肌腹在和 第一肋上的相入点 能够被直接触及 在胸锁乳突肌 锁骨上的相入点侧面 治疗师通过明确相入点开始 并从这个点 侧方触诊 此时 手指被置于锁骨边缘 和胸锁乳突肌 形成的角中 第一是 治疗师此处 不应该感到明显的 动脉搏动 如果发生这种情况 说明手指放置太靠后 在进行强迫吸入 或者是向同侧侧区的 等长收缩时 这个一指宽的肌腹 也可以变得清晰可见 前斜角肌肌间隙 位于前斜角肌 和胸锁乳突肌之间 第一类 发现前斜角肌肌腹之后 治疗师沿肌肉向下 直到感到一个坚硬的结构 这是第一类 向前消失于 第一类之下 向后连接在胸骨柄上 其位置已经在胸椎章节中 详细描述 在该章节中 其灵活性使用弹簧检查测试 从前斜角肌 相入点移动 肋骨整个后延伸的部分 能够被触整在其上面 其位置分隔开 整骨和锁骨上三角 锁骨下动脉和中斜角肌 治疗师开始在前斜角肌 第一类的相入点 寻找后斜角肌间隙 从此处开始移动 治疗师向后移动 大约两厘米 施加一个轻度压力 迅速能够感知到 锁骨下动脉波动 确认后斜角肌间隙的 正确位置 被从神经 伴随这条动脉 经过肌肉间隙 中斜角肌 几乎数值的肌腹 在此后面 当即被发现 必从神经 必从神经分支 能够被触及在 被动脉包围的区域中 并且直接在其上面 这些细小的纤维 能够使用横向触诊 技术感知 它们能够被典型地 在触诊手指下 向前和向后滚动 就像是在弹拨一个 非常松的吉他 提示 如果使用上述技术 尚不能发现 必从神经 洗下帮助 被推荐 将神经从紧张 以使得分支 可以更加清晰地触及 治疗师的手 在后洗脚肌间隙触诊 另一只手帮助患者 同侧手运动 下面部分描述的步骤 用来定位上肢和颈椎 使得更多张力 施加在正中神经 使神经从更加清晰 每一个将神经 置于张力下的步骤 使得触诊神经从容易 治疗师不需要 害怕触诊神经从 或挥动这个动作 因为周围神经结构 通常对中等缓慢施加的 直接压力不敏感 步骤 一 同侧上肢在额状面上 大范围外展90度最佳 并置于治疗师腿上 肘关节轻微弯曲 手几乎在中立位 二 肘关节和腕关节伸展 这个位置正中神经 在一个相当大的张力下 神经从的正确位置 通过交替紧张 和放松神经从确认 通过伸展和弯曲手和肘关节获得 三 如果神经从不能被触及 通过向对侧侧区颈椎 进一步增加张力 更进一步的张力 只能通过降低肩甲带获得 评估与治疗技巧 C1运动中的触诊 C1横凸位置可以用多种途径的评估 在接下来的文章中描述了 在上颈椎侧区时 如何感受 环椎运动 这些运动已经在 上颈椎生物力学中提及 当颈椎侧区时 环椎向侧区 同侧移动数毫米 这个滑动能够使用触诊评估 并提供环椎正常运动形式的信息 这是当向两侧弯曲时 所期待的 这项侧是基于触诊 C横凸尖端和 乳凸侧边缘之上的阶梯 为了获得这个阶梯 两手中指必须发现 这个阶梯并感受其大小 其老师将中指指尖 置于横凸肩上 拇指停留在头部侧边 以固定其位置 指尖与乳凸后缘连接 并感受横凸肩端 和乳凸侧缘之间的距离 目的 评估缓准关节的移动 C0 C1 标准 改变梯极大小 紧接着向同侧侧区 步骤 一 在中立触始体位 触诊梯极大小 上颈椎 被置于完全中立位 是非常重要的 步骤二 头部进行最大限度的侧区 梯极大小 再次被处诊 解释 当缓枕关节 移动正常时 期待梯极形状变小 如果在侧区 前后梯极大小 没有观察到区别 这提示 阶段移动性减小 当移动正常 也期待 另一侧梯极形状变大 当向相反的方向测区时 只能假设 C0 C1 移动性正常 当滑动性测试 证实 梯极形状变小 如果滑动在一个或两个 这些测试中都没有变小 活动受限的一边 必须被注明 前测触诊技术 触诊结构概述 前方结构使得指导师 更有自信地辨认 每一个椎体单独水平 由于这个原因 舌骨和喉部 也包括在处诊定位中 定位追板是相对困难的 治疗师想确认 追板结构 已经被准确定位 可以通过定位相同水平的 前方结构来实现 当在 仰物位治疗患者时 使用一般的技术 在座位 初始体位 辨认追体水平 是不可能的 在寻找辨认追骨过程中 处诊前侧结构 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的辅助 患者位置于直立无座位 并保持颈椎中立位 治疗师 紧贴患者 眼睛平视患者 进步前方 一只手用于局部触诊 另一只手 用于辨认后方结构 治疗师 当接近这个区域时 缓慢谨慎进行 当这些结构被触诊时 很多患者表示感到不适 治疗师 应当注意明显增强的 交感神经活动 例如全身激动 臀咽窍平时增多 脉率增加 或明显的出汗 在这些情况下 触诊应当终止 解剖 进步前面的结构 需要以下触诊的 在此处详细描述 补充在 颈椎解剖部分的信息 一些结构容易评估 从上到下 列举如下 舌骨 甲状软骨 猴头 环形软骨 环状软骨 静动脉结节 静静脉切剂 和静静脉窝 接下来的处诊 描述了这些结构 如何缠名 辨认颈椎水平 这些结构总是被发现在 每个人相同的水平 只有一个例外 舌骨 C3锥板 舌骨 C3锥板 拇指和食指相距较远 并且沿口底滑动 这两个手指通过轻捏 尝试握住在口底 和颈部组成的角中 一个坚固的组织 组织质地往往是坚硬的 并且与将其按压在骨面时 相比抵抗更多的弹性 为了确认正确的位置 则老师谨慎地使用两根手指 尝试向左和向右移动舌骨 坚硬的侧边缘被触疹 并轻微地弯向后方 当患者吞咽时 治疗师感到舌骨上下移动 在这个例子中 所有需要寻找的结构 再次触疹 从侧边观察 另外一只手的食指 停留在颈椎后外侧 并施加轻微的压力 当双手食指至于相同的水平 治疗师能够相当确定 他们已经发现C3锥板水平 与其他前侧结构相比 舌骨位置变化很多 可能在口底更靠上或靠下的位置 意味着没有准确的C3水平确定方法 甲状软骨 切记 C4锥板 请导师继续使用一个手指指尖触疹 前方突出的喉部边缘 首先被找到 这个点被用来定位 向上移动一小段距离 继续触疹 直到感到一个明显的 向上打开的压痕 这个压痕被发现在一个明显的尖端正上方 这个尖端成为喉结 在男性中特别明显 当后方的食指被放置于相同的高度 C4锥板水平已经被标记 提示 如果使用前面的描述的技术不能发现舌骨 可以触诊上部的压痕作为代替 舌骨和甲状软骨 只通过一个环形的凹陷来隔开 甲状软骨 侧表面 C5锥板 触诊手指再次地向下滑动一个短距离 到甲状软骨的前级中间 从此点可以感受到两个侧表面 当指尖被置于这些表面中间时 与C5锥板水平相一致 环状软骨 C6锥板 从甲状软骨前级开始 触诊继续向下 指尖滑入一个凹陷 这个凹陷下方 临近环状软骨 环形软骨 指导师现在触诊气管最上边缘 这是一个完全由软骨扣紧的包围气管的环 当从上下方触诊时 环状软骨正确的位置 以及典型的凸面形状为特点 位于C6锥板水平 气管切开束的切口 在环形软骨上部 当在紧急情况下提供急救时 良好的解剖知识是非常重要的 甲状线被发现在环状软骨两侧 并且紧凭自身结构很少能被触织 因为其组织非常的柔软 静动脉节节 静总动脉和C6横秃前节节 静动脉节节在环状软骨侧方容易触及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指尖触诊环状软骨前部 并向后越过环状软骨移动 小心施加压力 一旦指尖不与环状软骨相接触 指尖向后方施加压力 凶索乳突击前缘在此处被触及 并且在触诊过程中能够向一边滑动 静总动脉搏动在这个位置 已经能够被感受到 静动脉节节大约距离环状软骨 两至三厘米远 当指尖感觉到一个明显坚硬的结构时 说明已经被准确的触及 注意 一次只对一边进行触诊 确表两边的静动脉节节不被同时压紧 另外触诊不能超过60岁怀疑或确诊 有动脉硬化的患者身上进行 否则动脉壁上硬化斑块 有分离并引起脑栓塞的风险 静静脉切剂 T2极突 从环状软骨前部开始 手指向下触诊大约两个手指宽度 直到达到胸骨饼上边缘 这个点被双侧胸锁乳突击和锁骨中间突 分隔开 这个凹与T2极突在同一水平 当指尖停留在静静脉切剂上部时 指尖向上延伸 停留在软组织窝 静静脉窝 通过向组织深部施加压力 能够触及气管的其他部分 暂时关 very JON